陽台的鐵架整個掉下來 砸到洗衣機 再走進廚房更慘 連天花板都垮了 滿地玻璃碎片 一個家被炸得亂七八糟 居然是陽台這個熱水器造成的 連對面住戶的轎車也遭殃 氣爆震下來的碎片 大眾盪風玻璃 破了三四個小孔 預刷也凹折變形 車主直說 怎麼這麼倒楣 這個破機 這個都安掉了 事情就發生在這棟大樓的五樓 住戶原本打算泡澡 先打開水龍頭放水 就到房間休息 沒想到放好水後 水根本就不熱 他反覆開關水龍頭 要重新放水 陽台的熱水器卻突然起爆 這個東西速環速緊的情況 它因為這個只有一層 所以它如果破掉的話 有可能會有瓦斯漏氣 你說漏的時候小 在屋外不是特別會注意的地方 那使用的情況下 可能瓦斯漏氣太多 那我們瞬間點火 濃度太高可能就會造成氣爆 電器專家說很多人不知道 熱水器用五年就要太多換溪 否則可能會老舊故障 冠線也容易破損漏氣 而且遇上熱水不熱 開關重開的間隔 最好五分鐘以上 但怎麼檢視熱水器 專家揪你招 比較簡單的測試就是拿肥皂水 對 然後稍微把它塗抹 然後塗抹在瓦斯的接口那邊 那如果它還會冒泡的話 那代表瓦斯是一定有漏氣 小年夜發生氣爆 儘管屋主全家都沒事 卻飽受警下 借連家請謝友昀台中報導